死刑的存廢可以說是 當今世界最具爭議的議題之一 日本地方法院今年初 判處京都動畫縱火案凶手 清葉真思絞刑 中國國家安全部宣布 黃宇因為出賣核心機密 已被執行死刑 預計今年處刑的 美國死刑犯克里奇 則是在執行了八次死刑 靜脈注射後 戰逃一死 而在台灣 37名待絕死球 近期提出示現請求 關於死刑的討論 總是佔據新聞版面 死刑是否能真的解決 當今世代的犯罪 廢除死刑的觀點又是什麼 為什麼有這麼多國家 要廢除死刑 今天就跟歪腦 一起聊聊死刑的存廢爭議 最早的死刑 可以追溯到古巴比倫人 和摩拉比法典 猶太法的摩西五經 也針對了犯罪 制定了死刑懲罰 很多人會覺得 廢死是近代才有的觀念 事實上早在1764年 義大利犯罪學家 希薩爾·貝卡利亞的 犯罪與刑罰 就曾針對死刑進行分析 二戰之後 廢除死刑的國家增加 1977年 聯合國大會更通過決議 希望全世界能逐步廢除死刑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最新數據 截至2022年底 在全球190幾個國家與政體中 完全廢死的有112個國家 由九國廢除普通犯罪死刑 另外有23個國家雖然有死刑制度 但已有超過10年未執行 等於有144個國家在法律上 或者實務上廢除死刑 而值得一提的是 由自由之家所做出的評比指出 雖然日本、美國、台灣 擁有民主自由且經濟發展完全 卻不打算跟進廢死 繼續維持死刑 中國方面則是被特赦組織推斷 每年的死刑處決高於1000人 但由於中國對於死刑處決數字極度保密 因此我們無法證實這樣的說法 中國或者是俄羅斯、伊朗、沙烏地、阿拉伯等等 有一些國家仍然會把死刑這樣的一個刑罰 用在對付他們 就是對國家、對政府 又反對有異議 不同意見的人身上刺刑 在這些國家的使用上面 它其實並不是一個正義的象徵 美國國家冤案登陸中心的資料顯示 拿非議舉例 儘管非議僅佔美國總人口的13.6% 但截至2023年為止 有41%的死刑犯為非議 非議被誤判死刑的機率 更是白人的7倍多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黑人被判死刑 那其實它也凸顯了美國的這個 種族之間的這樣的一個不正義 以及種族歧視的問題 而支持死刑的聲音 不外乎是站在受害者家屬的角度出發 希望能追求正義 討回公道 而受害者家屬真正需要的是什麼呢 每個個案不盡相同 那他們需要的其實可能是 政府去做其他的一些事情 包括可能是不是有可能 給他們一個真相 一個答案 甚至有一些被害的家屬 希望得到的是道歉 或者是經濟上面的賠償 或者是精神上面的 心靈上面的一些 比如說諮商的協助 或是等等之類的 所以他們需要的東西 其實會很多元 因為我已經有給你死刑了 你這個案子就結案了 那好像其他的事情 就不再重要了 可是事實上被害者家屬 需要的其實遠遠多於這些東西 另外一個爭論的核心 則是死刑跟無期徒刑哪個更花錢 乍看下來一聲槍響 一個針筒似乎更划算 很多人跟經濟學者艾利器一樣 認為死刑具有嚇阻效果 每處死一個罪犯 就可以減少犯罪的可能性 但大多數的研究 都無法證實死刑的嚇阻效果 生命的價值真的可以換算成金錢嗎 公眾的憤怒跟受害者家屬的傷痛 要怎麼計算才會最公平呢 死刑到底花不花錢 死刑的執行其實比想像中花費更大 根據美國非營利組織 死刑研究中心的最新資料顯示 每個死刑案件的成本 在100至300萬美元之間 在美國死刑的成本 平均比無期徒刑高了70萬美元 另外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資料也顯示 2020年川普政府的13次死刑處決 就花費了1170萬美元 更別提冤獄誤判的天價賠償金 這些都是社會成本 由納稅人買單 因為死刑所經歷的法律程序 非常的繁複 從法律費用 預審費用 陪審團費用 審判費用 監禁費用 到上訴費用 大多數死囚牢房 都被單獨監禁在特殊設施中 以上都需要更多的資源支持 不過在這裡需要注意的是 死刑花費比無期徒刑高 是在民主制度發展完全的國家 才會有的情況 在極權國家通常不會有 如此繁複的程序 因此死刑花費高這件事 在極權國家是不成立的 從國際趨勢來看 死刑的存費 並然還是社會討論的重要議題 倘若死刑真的廢除 司法改革 監獄管理是否都已經準備好 社會安全網足夠兼顧了嗎 不只是死刑的存費與否 似乎還有更多細節值得深究 請多多小記錄 支持我 請多多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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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